同样价值不菲 美国一代巨星玛丽莲梦路生前最后居住 位在洛杉矶的一间豪宅 本来被新业主买下之后 立刻就要拆除 但是在民众请愿抗议之下 洛杉矶市议会紧急通过 把梦路故居列为历史文化建筑 继续保留下来 围墙内高耸的绿树开着百花 但坐落在里面的白墙红砖建筑 看得出来不堪岁月的碎残 有部分屋顶砖瓦已经掉落毁损 这处建于1929年 充满西班牙殖民风情的泳池豪宅 是美国一代性感女神玛丽莲梦路 位于洛杉矶的故居 1962年3月 她与第三任丈夫离婚后 决定买下这处她唯一独立拥有过的房产 没想到半年后 便传出她疑似因服用过量安眠药 在屋内享受孕孕 得年36岁 这栋房子见证的玛丽莲梦路 短暂而灿烂的岁月 她纯真又美艳的形象 至今仍烙印在无数影明星中 而和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的神秘情史 更为她的人生增添传奇色彩 然而这栋陪伴梦路 度过最后时光的豪宅 最近却差点被新业主给拆除 经过民众强烈抗议 洛杉矶市议员上周五紧急提案 要求师傅将这里定位为历史文化古迹 根据报道 今年七月一位为公开身份的买家 以近八百四十万美元现金 购入这座房产后 立即启动了拆除许可证的申请流程 显然看上的是地产重建后的价值 然而多年来 这栋梦路故居 早已成为洛杉矶的地标 不少民众喜欢到此一游 追忆这位颠倒众生 却红颜薄命的巨星 目前市议会已经要求市府 相关单位展开保存 陌路故居的程序 未来民众将可继续到此寻优 仿盛 缅怀一代巨星的风采 公司新闻曾惠民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